聲明內容主要要有幾個涵蓋面向 第一就是感謝 感謝大家海內外的關切 第二就是對國民黨黨內初選的態度 第三個對中華民國未來的擔憂跟掛心 那第四個對高雄未來的發展 認為說整個高雄未來的發展 需要什麼樣一個幫助 需要怎麼樣的一個蛻變跟要聲 怎麼樣高雄市能夠再起來 那可能需要什麼樣一個協助 那大概就這幾個面向 現在正在吵你 因為我曉得大家都很關切 這個聲明也是對於過去這一段時間 2020年總統大選 非常非常非常多人關心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很負責任的發表一個聲明 代表我的態度 聲明裡面一定會跟大家來解釋清楚 也報告清楚 那可以說是自製推敲 因為我覺得發表這個聲明 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到時候一定會跟大家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報告 那聲明什麼時候會出來呢 盡快好不好 盡快盡快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在明天 但是現在因為內部的討論 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想這個禮拜一定會出來 那聲明裡面會不會直接講到2020 到底選不選 那林軒群雄呢 那你怎麼看 那贏面比郭台銘還大 沒有我們是非常感謝 各界好朋友 對海內外的好朋友 對韓國瑜的關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謝 事實上很多民眾 包括我們這一趟去美國 前不久去了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香港 澳門 都可以強烈感受到 即使海外的僑胞跟海外的台商 都很關切2020年 整個中華民國的走向 所以這些有些感情 跟期待投射在韓國瑜身上 我可以強烈的感受到 也許反映在民意上 但是我覺得我們盡量做吧 市長 客人在等了你差不多 你不出來的話就要燒黨政 我希望這些說的支持者 能夠冷靜理性一點難看 因為政治實在不適合過度的激烈 這個對一個和諧的社會來說 並沒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我們盡可能讓台灣社會和諧下來 大家冷靜下來 靜靜的觀察 整個台灣政治局勢的走向 要拜託大家 尤其一些網路上 我好幾次已經說過了 拜託所有的網友 支持韓國瑜的人 能夠遵從 依照我所講的愛與包容 千萬不要有過激的文字表述 賀克力不停